大家好,欢迎收看MKC线上播报,我是主播宁亚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以金石管理 核心来迈向台湾生产率4.0的金管一体探讨 金石生产主要目的是为了唤醒过去大量化生产之企业 提出一套因应多样少量化的制造业生产方式 重点在于突破过去传统思维的大量生产 让革新成为以顾客需求为导向的小批量生产方式 台湾生产力4.0推动的计划主要目标为每人的产值倍增 在台湾中小企业占比为97%以上 除了支持具备规模与成熟的中间企业及大型企业 结合了政府法人机构与相关的基辅业者 开发成为生产力4.0的典范 与标该学习这种学习展示点 这指带动台湾产业发展的龙头角色 根据台湾新闻子郑志峰总经理分享 当地市场是减少上市时间 增加生产的弹性 效率提高及技术改变的时代 为此形成新的商业模式及价值链 改变是关键 如Airbnb成为全世界自由型住宿所依赖之 APP分享经济代表 以下举一个车厂座的案例 西门子公司协助汽车生产厂 从产品的设计开始模拟了 流体力学、噪音的分析 跑车排气声量模拟 制造生产线的人体工学搬运等 把所有的资料整合在一起之后 模拟了生产状况要什么样的硬体 及颗城市逻辑化的控制器等 直接将模拟系统抓下来整合 运作时生产与设计的资料随时更新 利用制造执行系统上所有的生产资料 可及时快速的换线生产 完成顾客所指定的需求以及服务 综合以上 从1913年美国福特汽车 设置了第一条大量的生产汽车生产线 1951年丰田英二级大野奈依 拜访了美国汽车厂后对内部宣布 大量生产在汽车市场是行不通的 主要原因为日本国内的市场小 大量的需求总类多以满足市场需求 这多种少量的生产方式不得不被认可 决定挑战大量的生产方式 以市场导向做出符合顾客需要之车总 小批量的生产时代因人来临 而后进入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团队 研究其核心的成功关键因素后 发展出精实生产 后来发展经验从汽车行业 广泛的应用于其他各行各业当中 其核心在于定义顾客期待的价值 定义企业的价值吸流 建立最佳的价值吸流 拉式生产流程及 持续改善达到追求完美等五个步骤 师资辅导上主要是利用省人化的生产线 导入自成改善分析技术 培养负责能力强的现场干部 藉此在以人质房子自动化进行机械作业串联 与自动输送听词等强而有力的机械技术 最后方法建立刚好及时之生产体质 进行因应市场需求量及零化膜 损失作业等培养可靠的机油协力厂 帮助美人的产值倍增 大幅缩短了生产的周期及库存等效果 日本知名的顾问公司 茂木社长他提出 这是一个市场倒下时代 对应产品过剩的时代 很多产品做得出来 却未必卖得出去 甚至很多的企业经常以 库存资产变为资金的负担 但是为什么这么多企业 仍然找不到问题的增结呢 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 不重视当下现况逃避在过去的成功 2. 实施与人性背离的管理模式 3. 对环境变化视为不可控制 4. 凡事都依赖以往的经验及系统 5. 不愿面对营运上所发生的问题 为此要创造一个追求人性化的工厂 条件应该有以下四点 1. 不一定要花钱的持续改善 2. 创造价竞争对手优势的成本 3. 以零缺点的品质努力进行改善 4. 受到全员奉献智慧脑力的价值环境 在支持政府推动生产力4.0之际 呼吁了台湾中小企业千万不要再多样少样生产时代 台湾可以融合德国的精密机械 美国的自动训及日本管理强项等各国的优点 形成完整的中小企业生态体系 让金石管理成为健全企业竞争力之发展的基础 以自动训科技扮演生产力4.0之成功的关键 用生产力4.0来推动产业高值化之未来 呼吁台湾中小企业能应用金石管理提升企业紧正力 持续迈向卓越经营 以上是我们今天台湾生产力4.0的分享 更多精彩详解内容欢迎上我们的MKC网站来浏览 谢谢您今天的收看